今年恰逢中德建交五十周年 这五十载历程告诉我们 只要秉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交流互建 合作共赢原则 两国关系的大方向 就不会偏离 步子也会走得很稳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中德作为有影响的大国 在变局乱局中 更应该携手合作 共克时间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现在在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有50年党的地区 中德国和中国 非常好 我可以在这里面 和我们一起聊 我非常感激的交流,我感激的交流,我感激的交流,我感激的交流 和我身为共和菩низ养的交流 在我们很激烈的交流 与所有问题,我们学会和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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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民主的交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